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名字跟眼睛都要改一下的蔣瑋文 為了愛情而改名重新出發的林子瑄 只要能憑能改盡量改的林志賢 藝人改名常找他屬於藝精流派的普洋 台語大師兼傳統姓名學派的李玉佩 到底三位來賓改名的故事有多有趣 他們的藝名好還是本名好呢 歡迎收看國光高分房 我是馬龍 我是小高 我全文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注意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文心 我們先看你們本人的本名 本來的本名叫什麼 你們現在一個叫蔣瑋文 林子瑄 林志賢 本來的嗎 本來 第一個本名 第一個本名嗎 第一個 我還滿複雜的 來 我們先看蔣瑋文 蔣瑋文就蔣瑋文 沒變吧 我一開始蔣瑋文嘛 後來改名是蔣瑋文變成一名了 總之你很假喔 先叫蔣瑋文 蔣瑋文是你從小 從小到大就叫蔣瑋文 是我父親幫我取 因為我爸爸他很喜歡寫作文 然後他是建宗政大畢業的 他作文很好 所以希望生了第一個兒子 是可以繼承他的衣服 文章可以寫得不錯 偉大的文學家 對 就偉大的文學家這樣 通常父親這樣想通 一定會演藝很好 對 對不對 父母一定都有夢想的 紫瑋叫什麼 林王氏 不是 林佩儒 對 我剛生出來的時候 其實沒有名字耶 沒有名字 真的 因為我剛生出來 不是不是 我剛生 我剛生出來 是差點變林王生了 真的 因為我一生出來 大概二十幾天吧 就急性盲腸炎 然後那時候我媽媽就是 妳那時候就會跑步 不是 小朋友的急性盲腸炎 然後那時候手腳都發黑八子 然後那時候就有 就要取名字啊 然後他們老師就說 不用取了 他說你這個女兒 對 然後後來是 他領一百 就叫領往生啊 領百日 然後後來就是因為 還滿幸運的啦 就救活了這樣子 然後他有這個名字 林佩儒 林志賢原來也叫 林志賢 換湯不換藥 換一個字 沒有 這個字是因為我爸 以前翻那個農民曆自己找的 農民曆不是有筆畫嗎那種 然後看二十八好像是中 中就還OK 我爸就覺得 然後後來就是 我爸看到一個鄰居 比我大大概六歲左右吧 那個六歲小朋友 就是會去偷摘人家的芒果啊 跟小朋友打架幹嘛什麼的 就覺得 那我兒子如果跟 以後跟這個小朋友 一樣壞的話那怎麼辦 完了 所以要趕快他就去翻 又去翻農民曆 又找到了一個叫智的 就現在這個智 智慧的智 三十五話 集 他就OK 就是沿用到之前那個名字 那你言下之意就是 農民曆沒有用就對了 我覺得農民曆它只有筆畫的那個 因為像比方說 算名字它可能有考慮到生肖 對 有考慮到命盤啊 是 有考慮到一些好多那種 一些要考慮到的條件 那筆畫只是一點點入門而已 我們現在要乍看之下 你們的原來的名字 我們要問一下浦洋老師 這他們原來的名字 對他們真的都不好嗎 佩蓉是對身體不好 佩蓉對身體不好 婚姻上面也有很大的 林志賢對腦力不好 志賢的名字 其實以前的名字還不錯 還不錯 真的嗎 我敢 DL秀 DL秀 不好意思 沒礦遇下了吧 原本的名字還不錯 原本的名字對你的才藝 對你個人的喜好 都可以去掌控 只是長輩管比較多 那韋文呢 韋文的名字是這樣 韋文名字應該是 除了除演藝以外 應該是要學一個技能 韋文的反應頭腦很棒 對…還不錯 所以他的幸運 他的幸運 不管現在的名字 或舊的名字 這幾年都不錯 李玉培老師 您這樣子看一下 你覺得 誰的最衰 這樣子會好可怕喔 如果說他們三個人的本名的話 那真的是佩蓉比較衰一點 但是韋文喔 我覺得姜韋文他的本名喔 我的看法是 如果他從事的是... 他這麼可憐啊 都過去了 他也習慣啊 最近 姜韋文是怎麼樣 韋文他如果從事的 就是目前這種行業 公眾人物 因為那個名字 桃花旺 必須要有一個鮮現的出口啊 那這個演藝界 他本來就是一個 需要桃花的行業 那他是好桃花還是爛桃花 這個就是要看他好好掌握了 掌握不好那可就是爛桃花 果然掌握不好 掌握不好 還有呢 蔣偉文這三個字 錢財可能會跑得比較快 所以啊 最好找人幫你手採 最近不是買房子嗎 OK啦 沒有 就是這個字 讓我錢財跑得很快 其實我去的時候 我不是為了改名去的嘛 其實我不太相信改名 說實在的 那你當初什麼問題 我去中華也知道 我是因為買了一個魚缸 然後我就想說魚缸要放哪裡 就人家跟我說 玉芳就說魚缸不能亂擺 魚缸擺錯 你會露柴 我就嚇到 我說那魚缸要放哪裡 我就問屈中華 屈中華說那你就問玉芳 玉芳就說那你就問我一個老師 這個老師幫玉芳改了名字 幫玉芳介紹到一個這個 現在的好老公嘛 所以就很圓滿這樣 等一下 玉芳名字是我改 他全世界都知道 真的啊 那我不知道他為什麼這樣講 全世界 他還不知道耶 那我怎麼能去見濡陽老師呢 反正後來玉芳介紹 帶我去見一個蔡老師這樣 對 然後我就去見那個蔡老師 我就想問他魚缸要放哪裡 我想是輕輕鬆鬆五分鐘的事情 來幫我們加皮面圖帶過去 結果一走進去老師說 蔣偉文啊 蔣偉文 你這個名字太糟了 當然 他說講得很慢 他說蔣偉文啊 你這個名字啊 太糟了 爛透 太慘了 我說太慘了 其實我一聽 我是心裡滿不愉快的 我覺得我這名字用得這麼大 哪裡有慘 對不對 到哪裡去女朋友也不少過 然後也是過得很快樂 哪裡不好 他說文很不好 他說文放到最後 他說第一個我講 頭重腳輕的 講比話很多 文比話這麼少 所以說我年輕的時候 得志很容易 可是到後來 越中年以後 日子會過得越差 而且錢財都守不住 然後我就不太相信他 他就舉例 他說我們國父孫文是 他就說 孫文你都講得出來 我就更不開心 我說這個也什麼好講的 後來他又說 那講最近年好 近年他說馬英九的那個秘書長 什麼余文 是不是害馬英九那個什麼 收據的事情 然後被起訴什麼的 他也是一個文 而且他說你看這文的 放在後面都是晚年 不是很好 中年以後不好 所以他說你以前覺得不錯 現在開始你就很糟 我就說老師 你這樣講得太過分了 我說那我要先走了 我說不是 老師你跟我講 老師你這個名字不改 你余光放哪裡 都是一樣糟 我說那 他說這樣好 你告訴我你爸爸叫什麼名字 我就跟他講 他就說我爸爸怎麼樣... 他講得滿準的 我就比較有興趣聽 可是那時候我已經站起來 我要走了 因為我真的不喜歡聽 人家講那麼多不重聽的話 就老師說 不然你再跟我講個名字 我就把我大伯的名字 跟他講 我大伯叫蔣光正 因為是光復慶祝 然後中正那一年什麼 就蔣光正 結果那個老師 老師一看得名蔣光正 他就先嘆一口氣說 你大伯客妻 而且結婚一定三次以上 然後我大伯第一任老婆 就是乳癌過世的 然後他現在正好結婚第三次了 所以我一聽完就是 沈準 我就站起來 我就坐下來 然後其實我該換什麼名字 就真的認真聽他講話 那改過的本名是... 改過後來名字選這個 蔣偉晨 對 改兩個字 然後這個名字怎麼樣 基本上這個名字對我來說 有改沒改都沒兩樣 如果你的改名 改得成功的話 你的思考邏輯 你的個性 你的做事方式會變 那沒變就是一樣 沒變 什麼叫做改成功啊 就是你改名一定要對陣下 比如說比較恐怖的人 要改健康比較開心 比較看錢欣亂花錢的人 要改比較看錢重會守財 是 比較沒有責任心的人 要改比較... 工作上面比較用心盡力 這樣才是改名的用意 了解 那這個難道沒有加這個百分之幾分嗎 沒有 我倒是... 那他剛剛講說什麼... 什麼後面頭重腳輕那種是成立的 像連戰有那麼多刀 So what 那你叫美麗也不一定美麗 所以我們不從字型上面去看 我們是從易經上面去看 易經上面 那李老師 好 他這個叫了偉晨之後 對於他這個鼠老鼠 這個生肖來講是有加分的 可是對於他的錢財我覺得 還是沒有幫助的 還是會拆來拆去 如果他是公眾人物的話 這個桃花還是滿旺的 認為 蔣偉文改蔣偉晨之後 我又不認識他 電視上的 螢幕上 螢幕上嗎 有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哪裡 他單眼皮變雙眼皮 穩定一點... 性情穩定 有耐性的 有耐性 不能出拳... 跟哪裡不一樣 我覺得就像剛才講 以前他真的就是一個大孩子 你知道嗎 然後愛玩 現在呢 然後這個女朋友啊 一直壞 他的女朋友我還來不去認識 你要講有事件 什麼樣的事件 他現在就比較穩定啦 不愛出門啊 你知道嗎 比較會為將來想啊 對不對 子嫻 本名叫林佩蓉 當初是因為身體不好嗎 才改還是... 當初身體不好也有 他個性很差 脾氣很壞 怎麼樣 好恐怖喔 垂男朋友 真的啊 大嫁 俏家 講完文裡也是有造育 就是持續的空白 非常差 真的 名字看得出來會有造育 我看造育症 可以大達百分之一百 天啊 真的... 在場的我們六位 誰有造育症的現象 連我們這個助理算下去 助理本名我不知道 現在應該都沒有啦 都沒有 不過韋文你還是注意 林趙玉珍已經 因為這個名字修正了 但是睡眠啦 年紀大還是會比較... 我懂了這個名字 是誰幫你做主呢 是我前夫 他做主 對 因為他要配合他的什麼 配合他的工作啊 很旺夫啊 對...然後他希望我更溫柔一點 然後更...就是有家庭觀念一點 那你有沒有改... 因為改這個名字 你有變家庭觀念一點嗎 就...就是完全就是 以這個人為主啊這樣 真的喔 請問這是茅山稻樹嗎 不是 因為他的名字喔 叫林啟月之後 他的人格去升他的帝格 人格升帝格 帝格是夫妻公 等於說他是為他的老公付出了 可是這個人格二十一化 在女孩子來講 他是絕對不利於婚姻的 所以到後面喔 沒有一個很好的收場 是的 而且呢 再說喔 那個月是素心旁 馬根本就不吃婚的嘛 對...那時候他... 而且他很多人都很排 是月的那個後面要勾結 馬不吃婚 馬在哪裡 婚在哪裡 他屬馬 他屬馬 婚姻草 婚那個素心旁那個月 他不是素心旁嗎 心就是肉啊 所以有的時候那個 嫉妒心佔有欲會比較強 因為看得到吃得到 那他叫林啟草 這個好多了 所以我的藝名呢 是完全就是用粉草幹木 那林啟草 我也以前有叫過林啟草 真的假的 叫林啟草你就好了 你叫東啟草 來 龐老師我們印證一下 這個齊悅是怎麼樣 是為老公付出是百分之一百 真的喔 但是你如果說你的對象不好的話 你做出是百搭 是是百搭 所以要看另外一半 他是值不值得而已 那女孩子大部分改名字 是不是都以偏向這個婚姻家庭為主 很少去說 我為了事業幫我改一個 我想變花貨 現在的女孩子為了事業 現在為了事業 現在為了事業 現在的女孩子80% 為了事業比較多 為什麼 你如果說為了純為婚姻 你要有一個結婚的對象 但是婚姻是兩個人的事 你敢保證另外一半OK嗎 所以婚姻的變數在人生來講 是最大的 對女人來講 但是女人如果說 可以控制自己的本領啊 本事 然後創造事業 比較單純 比較保握 敵英這個名字 是跟孫鵬兩個 是要互相回應的 請問老師是不是 雙杯是這樣子的 還是要本名的 還是要本名的 那敵姐有改名字 他的本名並不姓敵嘛 對 他搞好一點 他本名不姓敵 對 沒錯 他改名會滿好一點 變了一個人 真的 真的嗎 真的變了一個人 對 真的 男生喜歡這樣 給你的空間比較大 當然啊 當然喜歡 在床上又變了另外一個人 那種感覺 問太多了 好 那因為這個林祈月 因為對老公太好 但是呢 結果還是不歡而散 因為婚姻不好 這個時候 厲害了 一敢再改的本名 出現了 GAL第一名 在改什麼呢 沒有 這是裴陽老師開的 在這裡啊 我一次罵兩個 我們看一下啊 看看名字還是什麼 一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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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沒有吵嗎 馬喝水 馬喝水 毛起來怪 其實我剛開始結束 那一段婚姻的時候 其實憂鬱症非常嚴重 是 然後還有厭食症 我完全沒有... 厭食症 完全沒有辦法就是拖你 所以厭食症應該好囉 好一點 看得出來看得 沒有 因為我還是身體不好 還是在打針 對 因為我現在手背這邊 打針 所以我今天不敢穿短袖的衣服 是... 其實那個人不用 對 然後 然後當時是很嚴重 就憂鬱一下 然後完全就是脫離不出 為什麼會沒有家庭這件事情 種出苦海這樣 對 然後就是 所有的觀念都還是覺得 我好像要有家 要有家 一個人在台北常常覺得 怎麼孤苦無依很可憐啊 對對 然後後來我媽媽覺得不行這樣 家人都覺得 就是要以事業為重 所以妳是一直在台北 所以一個人奮鬥就對了 對 我都在台北一個人 那妳遭遇到那種 打擊創傷的時候 再回去找爸爸媽媽 沒有 我就直接回來台北 一個人哭 對 一個人去看哈 我就... 我沒有看哈 沒有啦 林大海 真的 我就直接聽他 可是好奇怪的是 你知道我... 我當時離婚當天的那個 那個林沛榮的狹義精神 又出來了 你知道 就當天馬上搬走 兩個小時解決事情 然後馬上搬回來台北找房子 啪啦啪啦 一個禮拜內全部安定好 開始工作 玉佩老師是不是 我覺得這個叫林一姐的時候 那時候的個性 你回憶一下 有沒有回到林沛榮那個時候 因為這兩個筆劃 他的五星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所以在個性上面 可能會又回到之前的 某一些相同 而且你那個 這個名字 結三點水 他跟你的馬 其實是對衝的 所以他的健康 在那個時候 叫一結的時候健康 他是來自於心境上面的一些 不太穩定 老師啊 那對我們藝人來講 是本名比藝名重要 其實本名是比藝名重要 就像... 小海瑄本名是不錯了 但是知道說在95年以後 會出一點問題 像蔡依林我在89年 就知道她90年會出問題 所以蔡依林是經過修正的 那我跟她再三保證 或再翻兩翻 這個驗證了 然後小海瑄沒改 翻兩翻不是等於沒翻 一翻 對 對 往上翻 平面翻如稀 那至於小海瑄是她沒改 所以我又跟她經紀人講說 95年底之前不出片很危險 是這樣子 每個人的運不是一輩子的 那少數人會有... 不過大部分都是 他到一個頂都會往下掉 那人家講什麼十年一轉運 是真的 那是在命理上面來的 但是新運不一定 新運不一定 有些人可能兩三年就掛了 那老師人家講說比如說改了名字對不對 一定要人家叫才有效 對 要有靈動力 那我反對 叫林志玲的 你可以用50種的字去選林志玲 念音一樣 字不一樣 所以我改名是你不要叫 我要改你死亡證明 死亡證明的 對 你是換死亡證明的 對 我身分證一定要換掉 你身分證換掉 你死亡證明一定要開 跟身分證一樣的 是... 是這樣子的 那剛剛這個李老師說 你幫他改的名字 等於白改了 沒有什麼說法 至少當事者認為 其實每個派別的講法不同 那幾乎現在是一邊一國嘛 但是我比較強調的是 讓當事者認為對跟不對 這個是改得非常好的 林志玲 你有改名字 我有啊 好 那我們知道了 來... 你兩個都講了半個多小時耶 人家講多久 林志玲 你有改回林志玲嗎 沒有... 這是剛出生的 自生到五歲的時候就叫林志玲 五歲之後就叫這個林志玲 智慧智 因為我爸覺得說 如果要改名字的話 就是不要勞失動眾 是... 就是親戚朋友大家都知道就好 就不要知道有改這個智 但是他因他是沒改的 那很棒啊 一樣是志玲...這樣叫 你五歲以後就變比較乖巧了嗎 還滿乖的 而且很內向很乖 只會就是爸爸不在的時候 會偷看漫畫書啊幹嘛什麼 就都還好 我到現在都沒抽菸喝酒 騙人 騙人 真的啦 你看過我抽菸嗎 我看過你在前櫃喝酒 喝酒是因為朋友派對 抽菸到沒有 抽菸沒有 抽菸真的沒有 抽菸真的沒有 你有沒有重講一次啊 我才是真的不抽菸喝酒 那我重講一次 我重講一次啊 我只有喝酒沒有抽菸 沒有... 一定要這樣嘛 那...OK 然後後來為什麼 就會覺得好像不是太順 志玲...志玲是用到幾歲 到...三十五歲喔 要改喔 三十五歲之前 因為我都覺得 好像都一直在當老二的角色 是... 就是因為一直沒有辦法出頭 就是老師跟我講 我覺得好像是真的 因為出了社會之後 比方說有一個大的製作人 但是那個大的製作人 就是下午兩三點啊 才拿了一個那種偷偷魚雞 然後進班公司在那邊吃東西 可是我早上就來了啊 然後整個團隊都是我在處理 但是每次掛名都是 製作人是他 但是我就是策劃幹嘛什麼 無論到哪一家公司都一樣喔 就是我到哪一家公司 都已經有一個大志文在那裡 那你就改個林老二就好了啊 對不對 沒有 我改叫老二 有人更叫林迪克嗎 英文也比較好聽 很難聽好不好 然後後來就是有一次就覺得 不是很順啊 就朋友會跟我一些... 比方說你應該改個名字 不然就是一直沒有辦法出頭 就一直會被壓著 你要做任何事情也是一樣 因為那時候也是有 就是菲哥想要拉我當助理主持 好 等一下 文老師 這個志賢是勞二命嗎 志賢真的是在我... 其實他是找我算的啦 後面才是 對 志賢這個名字比較難出頭啦 長輩雖然喜歡你 但是你沒有辦法升遷 就是老二名 對 被重用難升遷 那你既然知道 你還這樣幫他選擇 不...我改是第三個 這個是我改 現在最新的是你改的 那這個志賢就是林志賢 那我們現在很多人叫志賢 但是不是每一個人叫志賢 都是老二名是不是 不一定 信也不同... 那所以說這時候又改了 又改了 這時候改了 我改了 又改了 又改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相當厲害的一個名字 偶不偶像 不是 韓星的感覺 韓星對不對 韓星是韓國人的名字 你看一個志賢也是啊 一條韓星的名字 然後陳希也是啊 因為沒有中嘛 中陳希 所以再改一個 為什麼呢 為什麼他要走到那個 Corella內褲 阿賢是希望說 他的心願是在這一行能夠出頭 是 那我跟他講說 我改名應該是有把握 讓你漸漸的上來 那到多少要靠你努力 當然 改完了大概半年 阿賢打電話來說 他簽給比較有名的經紀公司了 現在約也接得比較多 所以應該是 影響已經漸漸實現了 那阿賢又問我說 他可以做到什麼地步 賺多少錢 我在這邊跟你講 請你努力 我已經把你送進門了 你裡面要怎麼搞 是看你的 對... 就這樣而已喔 五毛是小孩 真的喔 你把我推進去 裡面又是沒東西怎麼辦 不可能啊 最近老師當時跟我講了一句 很犀利的話 他問了我一句 他說你要感情還是要事業 對 結果你現在這一節 就完全沒有感情了 感情有 但是他漸漸的會看不起男人 男人都是豬頭 所以說他漸漸的會喜歡上女人 不一定 老師 那像我們這種 用本名當藝名的這種好吧 要看你本名的值是不是會紅 三位都沒有問題 那有些人不會紅的 他硬要取藝名 很多經紀公司 在取人用人的時候 就來找我了 那本名不行的都被刪掉 因為他的值不行 等於七八點不行 你要硬造就他是不行的 所以現在市面上 有很多的成功的二線三線 或是以前 像滿著名的一些演藝人員 改名了幾乎80%到90% 市場所弄 是 然後其實我們三個也年輕過 我們也曾經陷入事業的冥王之中 那個時候呢 我們也曾經想要改個名字 來 你曾經是什麼名字 我曾經想要改... 不是 是我爸爸的建議 預備去 他是想要 讓我改 屈中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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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虎... 怎麼樣 不要老實 這個名字 很像屈中虎 兩位老師都在講解一番 他這個當初本來想取的藝名 如果用的話 他今天會站在這裡嗎 還是會更屌 對不對 站在高剛上 對 老虎站在高剛上 對啊 其實中虎這兩個字 你用了會放不開啦 對你藝人的 是中虎 演藝 什麼叫演藝 你就要人來瘋嘛 所以在表演 或是在主持當中 你要很隨心 然後讓人家看得到你的才藝 然後呢 再帶一點所謂 受歡迎的桃花 這個才叫演藝 如果你用中虎 真的是不行 不行 還應該是在軍中 可能有點發展 中虎是身官 對 身官 宗將 是 那是湯吧 不行了 沒有 站到少將 少將 因為太矮 我中虎 那不能叫中虎 那是地虎 地虎 地虎 好 如果在演藝來講 它用中虎 它虎可以說是百獸之王 上面就是獅子了 可以說就是到底了 也就是說你成長的空間會有限 就像你身高 高中就這樣子 到底 還好 還好 但是呢屈中橫跟屈中虎比起來 你還是叫中橫比較好一點 是... 中橫有恆心嘛 對 是 唸起來很舒服 鵬哥 鵬哥當年 我當年 因為我那年代是李小龍 成龍 所以我那時候想好自己的藝名 是 幹什麼 叫迅猛龍還比較有名一點 講對 諧音 迅猛龍 迅猛龍 是不是 老師這個猛龍這樣子 就完了 因為用孫猛龍的話 他那個焦慮憂鬱症就會出來 那太大 你如果要成龍 必須你的命格要是一個龍的料 所以以前父母親為了就是望子成龍 兒子名字什麼金龍 銀龍 女兒那大概就是不是鳳就是黃 有沒有 可是他沒有那個命格 你給他龍給他鳳黃 他承受不了 他如果是當年叫孫猛龍 現在在幹嘛 現在李醫生還在不演 就航冰箱搬家之類的 在療養院 基本上當初取這個名字 你就很難會出名 所以我一直在私底下跟你 就不適合演藝圈 對 我私底下跟你講 你的運已經開了 我跟你說很多次 然後 小心 冷靜 我先走了 要休息 好 運已經開了 OK 接下來就我們這個 跟你講 當年 來一個 來一個 你們那時候是什麼 是 對不起 你們那時候是李小龍 是 我們那時候 有沒有 還有一些 專門跟成龍對打的 對 所以你的名字是 我叫 敵豪啊 來 老師 請 就是妥敵豪 如何 康哥如果是用敵豪的話 第一 保證離婚 第二 敗家子 以前的成功 敵豪 好險 可是奇怪 我覺得名字 你要自己 好像會有 明明之後會有感覺 因為當初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反正就 人家算了嘛 其實你要叫 陀敵豪 我一聽 敵豪 我寧願不紅 你要叫敵豪啊 很像孫敵豪 很像孫敵豪打的名字耶 對不對 梁老師有什麼建議 你這麼開心 如果你叫敵豪 你今天就不會站在這裡了 所以你好加賽也沒有叫敵豪 太沉重了 太沉重了 為什麼呢 敵豪是 人也會變得非常的霸氣 很難相處 對 如果說他當主持人的話 恐怕就沒有你們講話的份了 可是我想也不會當主持人 現在應該在某個山裡面說不會 一個人在那邊 是 沒錯 你真的要叫敵豪 你不會在這裡了 對不對 走在路上看到陌生人 對 一直 嚇到山上去了 那這樣我可以問一下 因為本來我爸叫我 幫我取蔣偉文之前 還有另外一個名字 那他本來幫我取這個名字 後來他改了這個嘛 結果他又覺得不好 所以他有點亂想一場 不過他之前叫 如果叫蔣偉夫的話 會變怎麼樣 偉夫 人盡可夫啊 偉夫好不好 對我來講是一致的 因為文盡夫都是四話 都差不多 所以蔣偉文的舊的名字 不要追酒 這個喝酒喝到會追酒 然後會撩狂 對 這個是潛在性的躁鬱 是在喝酒的時候 最深層才會發現的 對 你現在改的名字好多了 不過我覺得改名字 也是有一個問題 因為我在改這個名字 那老實跟我講 這個名字你改以後 你這個人會比較沉穩 不會像以前這麼樣的花心 這樣子你知道 可是我覺得他這樣講 我覺得聽起來 薩斯金實在不錯 但還是很花心 可是沒有 可是失去了很多樂趣 對... 因為以前 對啊 其實每個命理師 對命理的觀念是不同的 是 幫你娶的人希望你比較穩定 希望你不會花 不會說情感互動比較多 但是你的名字會越來越悶 對 我認為人適時給自己發洩 那有宣洩的管道 那會對壽命或是情緒來講 是比較長的 所以我的看法是跟他不同 人生比較重要 你會去中間 每次他答案給我 我問我在幹什麼 我都在家裡 看電視機跳健身操 這樣悶不悶 你知道 跳什麼健身操 一個小時半 因為我不知道怎麼發現 我心中很郁悶的感覺 這麼想做潘若迪啊 壓力塞大腦 其實現在有一個很麻煩的 就是以前我們這種 取名字 家裡面都有家譜 對 都要照族譜 像我們是中字輩的嘛 你也是中字輩的 那這個東西其實現在都不用 比較少了 取家譜是因為古代 顛沛流離 兵荒馬亂 或是大千怡之類的 所以家譜是讓你比較好找 找家人 什麼自備的 對 然後看備份啊 有傳承 不 現在你人到北極 到歐洲到哪裡 一通電話就可以找得到 所以現在人取家譜的機會 幾乎沒有 對 像我們家 就在我們的下一輩 就幫你們拿掉 不用了 因為你用家譜 就要卡中間那個字 然後卡中間那個字 不好去 你就哇塞 你這個名字就局限 那如果你要照你自己的意思取呢 就是爛命一條 其實未必耶 有些人隨便取 運氣滿好的 對 但是就是有時候 會有很大的麻煩嘛 對 沒錯 尤其現在大家都愛算嘛 這個字卡中間就很難弄 而且有時候 像我們家那個姓比較奇怪 姓陀嘛 陀這個中間這個字很難配 對不對 你看陀這個很難配 陀一下 以前我們班上 我在國小就有一個人 老師做報名 我們剛剛進來 進來三年級 就有一個同學叫做 他姓曾 叫曾英雄 你這樣 他好像什麼樣子 他做第一排 然後很矮 然後很瘦瘦這樣 然後站起來 有 就一直很不英雄這樣 可是我們家以前 有個會計小姐啊 他們家的名字很奇怪 他的...他姊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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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大姊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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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姊� 這是黃泉路耶 拍公車耶 誰跟坐那個公車嚇死人啊 這是真的喔...黃泉路喔 我以前最五歲也有一個啦 他們姓映嘛 他就叫 映蓋... 映蓋啊 對啊 以前我一個同學 他姓張 就像西藏這樣去朝... 他叫什麼 他叫張王 張王 那應該... 大王什麼 對 介紹他認識張張張 長大以後去幹小偷嗎 沒有啊 他就... 小偷就叫張王 張王... 後來好像改名字 中式有一個攝影師 他姓宜蘭怡 叫做... 那時候我問他叫什麼名字 他跟我講他叫... 他叫做什麼... 怡什麼熊 怡靖熊啊 怡靖熊 對 叫怡靖... 怡靖勇 對不起 怡靖勇嘛 怡靖勇 我沒靖勇 可是我覺得還好... 有一點有一點好笑 我就覺得蠻好笑的 大家就說 你應該問他媽媽叫什麼 我說大哥 你媽媽叫什麼 他媽姓鄭 叫鄭爽快 鄭爽快 我就覺得蠻好笑的 他說這還不好笑... 他爸爸的名字 跟他媽套也叫什麼 他姓姨啊 怡靖爽快 怡靖爽快 這還假的 套族姓是個怡靖爽快 對啊 那時候就覺得蠻好笑的 你這樣講 我跟你講 我提供一個名字 我以前有個好朋友 他姓陳 名字就好像他髒髒髒一樣 中間那個是成功的陳 下面那個是長城的陳 陳陳陳 陳陳陳 髒髒髒 他還是... 他還是... 海軍的 不是 海專的 海專 所以你說他要是跑船的話 能夠開始 船長你叫什麼名字 陳陳陳你給我出去 對不起喔 陳陳大哥 對了 像我妹妹的兒子啊 我覺得名字的好壞 有的時候不是說他五星好不好 有的人的名字 五星真的是配得很好 可是諧音 比如說你們剛剛說的那個諧音 都會被大家拿來做笑話來討論 所以就會造成這個當事人 他會變得沒有信心 我妹妹那個兒子的名字叫做 張整國 拯救國家 那是因為生出來的時候 他是家裡的長孫 爺爺對這個孫子的期許很大 那時候就是要反攻大陸啊 所以就希望這個兒子 孫子能夠拯救國家 到學校去之後 小孩子讀書沒有讀好 被老師這樣修理啊 你自己都救你自己吧 你自己都救不了了 書都讀不好了 拯救國家 可是我覺得名字 真的跟個性有關係 我有個朋友家的小孩 他的名字叫陳熙 陳熙 陳熙 陳熙嗎 早上的太陽 對 陳熙 他姓爾東城 可是他叫陳熙 可是你現在只要叫陳熙 他真的笑得就好像 早上的太陽一樣 真的嗎 我本來有個老師啊 因為之前就找了很多位老師 他都會給你不同的意見 是 然後林士賢也好啊 為什麼 後來找到一個名字 因為林士賢已經有個王士賢 會很雷同 後來有個老師說 林洪達 洪就寶蓋洪 然後到達達 林洪達還蠻大氣的 以後當主持人 就達哥達哥 聽起來還蠻好聽的 我想很多 但後來我就想說 我就去問朋友說 我說我叫林洪達好不好 好還不錯不錯不錯 然後後來有一次聚餐的時候 他就說 我就問一個同學說 我叫林洪達好不好 林洪達 這個名字好像在海鮮店 才聽得到 我說為什麼 林洪達 林洪達 好險我沒有取這個名字 會被笑死 老師 那現在譬如說 我們這裡有一位 楊宗偉跟蕭敬騰 大家最近一直在比他們兩個 誰多紅對不對 那我們來討論一下 他們兩個這名字是什麼 我們也有一個道理 楊宗偉的名字是帶官煞 就是說他比較容易有 口頭是非或官非 或是有那種 之前好像就有一點 對 我講的 是 那其實他不是不會紅 你看他的 他的人 他的表現特色蠻好的 把你的官司 或你的問題處理掉 就是可以的 是 那我認為明年機會蠻大的 他是出在哪一個字的問題 不是 我們通常不是出在哪一個字 一般人會講哪一個字 一般人會講哪一個字 比如說 比如說你出現在哪一個字的話 我會有很多解釋 比如木子裡就是笨兒子 比如耳東層就是耳根子軟 耳根子軟 耳根子軟都在一邊 我通常是字型我不看 我是看意機 意機是數字 我認為算命只有兩種 第一種是時間 第二種是數字 所以我是用數字 再加時間看的 所以他是 那請問一下 那個 我們常常看那個什麼農民歷 是 上面寫說什麼名字 加起來幾話就用那幾 那個很準 基本上各位 這一次的那個根深獸型的人 放出來 你看他總筆畫數 那個警工參考 對 因為我29在你隔壁 很想加一點 30是兇 對 31是好的 對啊 那個是警工參考 警工參考 因為姓跟名不同 因為他中間還是有變化 對 我為了這個 我曾經有一陣子 叫我陀宗小康好不好 陀宗小康31話 對 多加幾個字 那像這個蕭敬騰 本身的才藝也很好 那心運真的比較好 只是目前 不過我的看法比較起來 楊宗偉他的挫折會比較多 因為他整個總筆畫 他是36話 所以你們看姓名學的36話 不如更名 他那個格局叫做 悲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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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不管是人情的債 或是真正的錢債 或是說承諾 他也是一種信用的債 所以他這一身榮譽就是 成之於信 敗之於信 是 至於蕭敬騰 我的看法就是 他現在都很OK 可是到最後他可能 久了久了啦 他會有抑震乏力的感覺 因為他筆畫實在是太重了 因為以我看法 我們姓名學說 標準的筆畫就是 最起碼是要有20話 最輕20話左右 最重的話就是45話 超過45就太重 就好像留在拖車 所以蕭敬騰大概是 他52話 所以很重 小時候寫名字好累 寫一身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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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才華這些都沒有問題 可是就是 到最後他就是 他要自我突破 要不然就會抑震乏力 那本名其實有的時候 其實我們看起來也是蠻 收集了一些資料 蠻有情趣 大家來討論一下 來 現在的名字 帥喔 帥哥又壯又帥 帥帥帥帥 吳吉尊 本名 吳吉尊 這不能怪他 吳吉尊 他馬來西亞人 文來那邊 住在吉隆坡嘛 所以吳吉尊 是這樣堪拖的就對了 OK 好 原來叫吳吉尊 把吉拿掉叫吳尊 這樣有幫助到他嗎 基本上吳尊跟吳吉尊是一樣的 他的帥還有他的 在演藝事業方面的名氣 都會不錯 是 可是吳尊感覺起來 兩個字比較有點利 你看 所以很多人說單名不好 其實未必 對啊 未必 我父親也單名啊 是 但是吳尊跟吳吉尊 會有一個小壞處 就是他 你看他很帥 演藝上面不錯 他內心的擔憂很大 是滿怕那種所謂 會導致那種免疫系統啦 精神方面會比較有問題 其實他滿緊張的 他在拍片 他從事他的事業的工作 當下是滿緊張 很care 對 這種滿可憐的 我覺得人要快樂 是比較命好 每人看法不同 譬如說他們現在有一部 合作的戲有顏承旭嘛 還有那個羅志祥 還有一個無尊嘛 三個男主角 小豬 小豬我預測就是 越來越好 有沒有機會到好萊塢去唱歌 發展 唱歌我不敢講 但演藝上面應該是不錯 他不錯啦 未來我看是滿看好的 他自我要求滿高的 好 第二位 菜頭大哥 你叫蔡斯文 你... 你哪裡斯文啊 太沒說服力了 我跟你講 彭牌老師說的對 叫斯文成不一定斯文 是不是 我的天啊 可是這個菜頭 對他來講 藝鳴真的是取對了 對嘛 是 我們其實如果說 以人這樣來配合的話 他還真像一個菜頭 所以你叫他斯文 不一定會紅耶 明道 林朝章 哪裡有章名啊 哪裡有章名 林朝章 還是念林朝章 這個念音學音 隨你 不過菜頭跟... 在我看來 菜頭跟蔡斯文是一致的 那林朝章 他本身也是會紅的 改明道的話 他那一名明道是好記好叫 他本名就是會紅 對 所以他本就已經很... 底子相當的好 所以他們這幾個的底子 到目前為止底都很好 都很好 連下面那個也很好 對 蔡斯文OK 蔡斯文是最好的啦 對 那種長相還可以紅 對 很不簡單 所以那個講法就不對啊 說什麼他什麼... 後面什麼頭重腳輕啊 這個也是頭重腳輕的講法 我不太認為 我認為菜頭這幾年 蔡偉文 蔡斯文 你看 對啊 多合啊 兩組織個節目嘛 好不好 來 蕭強 蕭秀俠 蕭秀俠 秀俠 哈哈 蕭強是天生的藝人 不過這幾年運氣下降了 那個到民國93年以後就 泰式就可能 因為觀眾朋友看久了嘛 是要換一個菜色 所以聽說大陸那邊都被 安苡萱給取代了 劉德華 劉德華 劉芙蓉 劉芙蓉 對啊 劉芙蓉 比較像在賣豬肉那種感覺 劉芙蓉 感覺這個好像很有福氣 榮華富貴的感覺 完全跟我們這一個沒有關係 這個底很厲害 劉芙蓉 這好像做生意的名字 劉芙蓉 又是福氣又光榮 對 她事業跟演藝 跟做生意上面戰戰兢兢的 蠻厲害一個人 OK 真是天王 天王 關之靈 關家慧 家慧 最近她不演戲 家慧這兩年的戲已經沒有了 對啊 她說她不演戲 對 應該是在習引了 從走到96到98年是 演藝名聲 啪 斷掉 關之靈 好很久 幸福最美的女人 多正 她可以等下一波 還有下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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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不好人家不演戲 人家現在的生活 另外一面是更好的 唱歌 怎麼更幸福 我覺得人地害是 拍廣告 拍很多廣告 潛聰明應該是基劉勇帝 手錶 不然看久了 你已經年老射摔到 你已經爬不起來 再退休是很難看的 是... 滿有智慧的 最好的印象 就像詹姆斯迪元 在最帥的時候死掉 大家永遠記得他最帥的一面 我現在不要死掉了 對 盡量 盡量 每一個天王都有老的照片 只有詹姆斯迪元 沒有老的照片 林小龍也沒有 貓王也沒有 對啊 人的都是 康哥 你現在還來得及啊 我跟你講 我老了 來得及死 已經老了 想要錯鬥了 蘇琪 這就是我們台灣名字 對不對 這兩個字對於演藝來講都OK 非常的活躍 但是以年輕人的胃口 那當然會說 蘇琪這個字看起來非常的新鮮 那立慧就是好像比較普通一點 不過在表現來說的話 都可以... 梁詠琪 梁碧姿 哇... 這不能夠寡香腸 這個不能夠寡香腸 這不能夠寡香腸 寡香腸會輸耶 我覺得 BG耶 BG耶 BG 怎麼樣老師 梁碧姿 這個... 這兩個很極端的一個名字 梁詠琪的名字比較容易紅 但是比較容易Worry 用梁碧姿 我怕晚年會有那種 想不開的傾向 這點我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 所以 雞琪不要結婚 雞琪結婚一定刷賽 那都會... 都會... 一定會遇到問題的 難怪他這個 在那個感情上面 都不是那個 是... 他的名字感情... 錢財事業都OK 是... 唯獨這兩個 就是在感情上會再跟頭 是... 張國榮 這個... 張國榮這個名字很想亮 對... 很厲害 這個... 可是他想亮 可是二十二話 在姓名學來講 心情會比較悶 是嗎? 二十二話 對... 就是... 比較悶 不含姓 沒有就是張國 他的人格來講 張國 對... 會有這種... 也是說不夠大氣 是... 會鑽到死胡同裡面去 那張發中 雖然是跟他這個人 好像長相上什麼都搭 都搭不住的話 他如果這個是 在做生意來說的話 那可是... 很好的 厲害 在我的看法 這兩個 在我的新密碼裡面 都是所謂的 天生藝人格 上上之選 只是張發中 他會比較賭信 自信 那張國榮會沒有自信 反而憂鬱 為情 為自己的那種未來 他沒有看得很清楚 就憂鬱嘛 所以真的很麻煩 憂鬱 我之前講憂鬱 嚴承煦 什麼 廖陽正 比較像打... 打棒球的那種 廖陽正 對外還是用嚴承煦就好 用廖陽正也是 在自我的要求上面 會越來越龜毛 今天不然怎麼說 老師說的大家都要緊攻參考 然後呢 這個... 名字只是這個 代表自己個人的一個象徵 綽號 很重要的是看自己的努力 對啊... 就是有再好的名字 你每天在家裡躺著不動 我也不相信你會成功 真的 沒有人會說出成功的 還是要後天的努力 當然你為了自己好 去改名字可以 但是最好去找到 像濮陽老師 李玉佩老師這種 對 可是你們如果觀眾 真的找兩位老師算命 算錯了也不要怪我們三個 好不好 謝謝各位參加國方 謝謝 好厲害喔 你們好親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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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